小学生缩写次大挑战 第一个 你必须要是知道 啊 要手这么高啊 JMS 姐妹们 啊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她是个部署姐妹们 再一个PQP 是缩写吗 是的 开 快开门 咚咚咚咚咚咚咚 开琴 哦 开琴里空间 呸 对不起我呸的是阿布爸爸 我觉得你在诋毁小学生 我不相信他们会说这样的话 下一个 XS 小S 新朋友我跟你刚见面我会用这句话 他有点接近于Nice to meet you 你好 下一次呢 车了吧 很荣幸认识你 你记得你题目是几个单词 你猜一下是哪两个词 所以 信实 对了 我这么要疯了 神经病啊这题目 未来地球会交给这些人来掌管吗 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 我要离开这个地球 下一个 E V E 徐松 哈哈哈哈 我是 VAE 他其实是 谐音E V E 对决 PK单挑 不对 唯一的意思 你是我的唯一 我们讲EV E 我就没有办法做我的表情管理了 你们在干什么啊 如果是王力宏听到的话他会唱 你就是我的 EV E 哈哈哈哈 给自己一个机会 融入年轻人的世界 下一个 气 滚 飞了 邱一双没有听过今天一张视频的眼睛 那是耳朵 对不起 小朋友的作业你愿意给几分 英文题 假如你是图中的靠 你打算买三个热狗看主题 断屁话 Hi beautiful girl I want three hot dogs 假如你英文不太好 你该怎么写呢 已经很简单了 你很难了 I wan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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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哈哈哈 所以小朋友是怎么打的呢 I'm Tom 你会说中文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Tom gay 哈哈哈哈 他是山东人吗 怎么是盗装剧 下一期 孔子是我国最大的什么家 教育学家 太正常了是吧 是的 演说家 老人家 哈哈哈哈 好好唱 我喜欢这个孩子 下一个 比细菌还小的是什么 小细菌 哈哈哈哈 今天的儿子 下一个 学生成绩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 老师教的不好 哈哈哈哈 你们找到根本原因 题目太难了 还不是根本原因 因为考试 不考试就不会有不及格了 哈哈哈哈 不要生气 他们都是天使 哈哈哈哈 用什么擦地最干净 用妈妈擦地最干净 哈哈哈哈 不不不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只有妈妈做卫生的 爸爸和妈妈一起擦地最干净 用扫地机器人 哈哈哈哈 用腻擦地最干净 哈哈哈哈 快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还有人接 您的同学 又难忘的春节 写了一篇作文 请有感情的老师 难忘的春节 哈哈哈哈哈哈 走啊 这是什么字 不会你就下一个 我也是开心 哈哈哈哈 谢谢 春天 小花小草们 都开了 中学那些字都不认识 这是什么蚯蚓字啊 下一只 开心 老 忍住老师 不要 老师应该怎么给评语呢 果然 我是祖国的园丁 每天在挖秋蚓 哈哈哈哈 丁丁丁上课了 膝改小学生的作文 一天 有意义的一天 字数不够先扣十分 这才几个字啊 哈哈哈哈 今天妈妈亲你冰枪的时候 拿出了三颗蒜头 已经腐烂成紫黑色 找出了绿色的嫩牙 妈妈拿着蒜头对我说 你看虽然这些蒜头已经烂了 但它们却孕育了新的生命 哇 这么有意义 这是钩钩玩强的精神啊 我听到很受教育 以后找老婆不能找这种 懒到把算放烂 还有这么多说辞的女人 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吐槽能量很强啊 朋友 你的呆毛会立起来吗 说实话 看到前半段的时候 我有点感动 毕竟他还有教育意义 在后半段的时候 我有点感伤 我怕以后我的孩子在后面付肥我 哈哈哈哈 夏天二十年后 启蒙老师批卷 今天天气不错 我和老婆 哈哈哈哈 二十年后 好好好 幻想题是吧 是的 带着我们一对可爱的儿女环游世界 突然路边冲出一个浑身热愁 满身误会 无家可归老太太 天呐 他竟然是我二十年前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龙叔 你愿意给多少分 零分啊 而且我觉得 你讲究竟你自己干嘛拉财我 你自己而你双斤就算了 我凭什么满身误会 哎 你看老师 零分 我的课你以后站着上 哈哈哈哈 下一天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市场大佬做一名江南大道 专投那些资本家银行家土豪啊 偷买钱分给行人 让他们也买了几房和车 过上幸福的日子 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方法不推荐 哈哈哈哈 微信提示 你的同桌理想是想做一名警察 哈哈哈哈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这种CP 江南大道和警察的故事 从小是青梅出马 突然一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两人相遇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这时候我要不要抓你呢 你是那个江南大道 我是那个警察 你想说什么话 我想说一个好人 哈哈哈哈哈 白不及了 哈哈哈 摄尤